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學位 下午好 好 今天天氣很難 叫不惜大家對台灣未來的 那個 打拚的那個 那個目標 那今天 跟大家分享 為了承認美國佔領 我想在最近的這個 美國 中國 日本的熱鬧 尤其是美國的國務卿 跟這個 跟中國那邊的對話 跟在日本那邊的講話 很精彩 這邊就講到 只要美國跟中國 只要在外交碰到一些 只要談判的時候 一定會把台灣帶進來 那事實上 台灣它是一個 中國殖民的一種名稱 在究竟上合約裡面 台灣 在翻譯的寫台灣 事實上在原文是講 佛羅摩沙 佛羅摩沙 那是因為這個翻譯的人 他認為 這個台灣從以前 這個 臨朝正成功的時代 就開始在用這個名字 所以他們就 這個尤其是 那個蔣介石的政權來到台灣之後 一直灌輸給台灣人說 佛羅摩沙就是台灣 佛羅摩沙就是台灣 事實上 在外國人的原理 台灣不是佛羅摩沙 佛羅摩沙不是台灣 可是在台灣人的 刻板印象裡面 台灣是台灣 不知道 不知道有佛羅摩沙這個事情 反而是外國人 看台灣的時候 看我們現在 我們所謂的台灣的時候 他們認為他不叫台灣 他叫佛羅摩沙 我想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講這樣 主要其實 跟他這樣理解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可以嘗試 把台灣轉 變成佛羅摩沙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 在這個法理裡面 去區個 原來台灣是中國 強加給台灣的一種名稱 這是我們過去給我們的一些習慣 那這樣的一個 今天日本承認美國佔領 其實 這個是救濟商合約裡面的文字 我只是把它 引用做我的主題 那為什麼強調這個日本承認 美國佔領 日本承認在第四條 第二條 那美國佔領在23條 顯然清楚 這個就是 目前台灣 我們所謂的台灣的國際 那個法理地位 所以 當然這個並不是台灣 目前台灣的這個 最終地位 它還有 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但是 目前的法律跟條約力 願所約束的 給這些世界各國的強權 主要是以這個 約金山合約 台灣關係法為主 所以 當國務卿 他在跟全世界宣告的時候 我們支持 美國政府 我們美國政府支持 一個中國的政策裡面的時候 很多台灣的這些媒體 就會亂解 他們就認為說 美國要出賣台灣 把台灣賣給中國 或者是 那個都是錯誤的一些訊息 事實上 這是一個中華民國 這個ROC 這個正確的一個緊張 就是他們就擔心說 我們中華民國要在台灣消失了 也就是說要結束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整個 這個治理 這個治理 來 我們就進入到 來 美國跟台灣 是怎麼發生關係的 在談美國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 台灣過去是誰 從馬關條約之後 台灣就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一直到了1945年 4月1日的時候 台灣成了 日本帝國的 不可分割的人土 那 這個 在這個樣的一個 史歷史背景 當中 美國是怎麼樣 開始跟台灣發生關係 我們一定要講這個 第一個 因為 珍珠港事變 珍珠港這個 這個起行 開始了 整個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當然 12月8日 美國向日本帝國宣戰 1945年 8月6日 關鍵 關鍵的這個決戰 就是 日本在 美國 美軍在日本投下的兩顆原子彈 開始 就進入到1945年 那個非常短的時間 就頒布了一般命令 1號9月2號 美軍命令 蔣介石的國民黨軍 對台灣進行軍事戰力 這個時候 蔣介石 又有一個新的政權 介入了台灣 就是蔣介石 這個時候的 雖然是蔣介石 派了他的軍隊來到台灣 但是呢 那個時候的台灣還是日本領土 還是日本領土 這個時候並沒有所謂主權轉移的事情 從1945年一直到了1952年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才正式把台灣的地位把它定位下來 就是把台灣目前的法理地位把它定位下來 就是日水美戰 就是屬於美國的佔領地 就是這樣可以寫得很清楚 一直到了1979年 1月1日的時候 台灣關係法生效 所以很長的時間 七十幾年 幾乎這些目前還活著的這些 尤其是年輕 都被這個台灣關係法所誤導 所模糊 台灣關係法 這個美國把蔣介石 弄到台灣來 他原本是美國所承認的中國政府 後來因為他被 毛澤東 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中國人民不願意蔣介石兩人到他們 所謂的將蔣介石七族出境 所以蔣介石就帶了他的這些貴族 這些國民黨軍就流亡到台灣來 這個時候這樣的一個歷史 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是這樣寫的 事實上很多事情我們都被蒙蔽了 所以台灣關係法 全世界就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英國沒有 日本也沒有 中國也沒有台灣關係 那美國跟中國在1979年的時候 建立了外交關係 所以人家想說 中國世界各國一天到晚 再行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一個中國 其實我們想一下另外一種思想方式 如果美國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 我請問難不承他要美國 這些台灣人希望要美國人 跟中華人民共和的斷交 然後去改 改跟這個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樣會引發兩個中國 如果美國承認了中國 又承認了中華民國 那個叫什麼 這世界上就出現在兩個中國 所以為什麼全世界 一定要堅持的是 而且這也是美國的政策 一個中國的政策 全世界之類的 也就是說美國 不可能再承認另外一個中國 可是這些獨派的人都去講說 如果中華民國這個名詞不要 我們改成台灣好不好 結果有最新的名詞 上次文章裡面有披露說 一旦台灣關係法第15條有 這個1979年1月1日以後 美國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是政府 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但是如果說美國對中華民國 對台灣的治理不滿意 他隨時可以找一個有能力治理的 這些機關團體和體分支機構 來進行對台灣的治理 結果就延伸出一個名詞 我們可以不要用中華民國 但是我們可以 可以怎麼樣呢 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就不是中國 就可以成為 就可以向聯合國登記說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最新的名詞 這個就符合 如果在中華民國體制下換名字之後呢 另外取了一個叫做類似 很類似 也是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這個名稱 譬如說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 來做他的整個取代的政權 來去結束中華民國 慢慢慢慢結束中華民國 這些有這個中國那個字眼的那個關係 那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讓台灣走出這個世界跟世界可以接受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既然台灣跟美國是這樣產生的 這樣整個一系列下來產生的 那台灣是怎麼樣讓美國得以合法的控制台灣的一切 我們就要看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因為一般命令 只要那個舊金山和平條約這個戰後 條約一生效之後 一般命令就要被廢除了 因為就要被取代了 所以呢 他們要面臨一個所謂換約的情形 換約 那那個時候的蔣介石軍隊在台灣 按照舊金山和約第六條規定 第六條說盟軍的這些軍隊必須要撤出外國領土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那時候是日本領土 對中國而言或者是對美國而言 台灣就是外國領土 在九十天內必須要撤出 但是蔣介石的軍隊 這個國民黨軍並沒有離開台灣 所以我們在想 每次像我在過去當兵的時候 我們在空軍看到那個F51就是寫的 那邊就有一個車輪旗 在那個地方 難怪他們不願意刪掉那個車輪 他們告訴 他要告訴這些他的支持者說 我們是國民黨軍 並沒有離開 甚至於我們所謂的國歌 那個無黨所忠 事實上就是他們 連國旗都是他們 這個他們的海軍的這個 那個旗子 並不是我們所謂的那個國旗 都不是這樣 好 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臺北 臺灣北尾十六部元 跟北越南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 蔣介石確實是受到 麥克阿瑟將軍的這個命令 所以要求蔣介石 要到臺灣進行 所謂的教 就是要半日中 投降後的那一些事情 順便在臺灣進行這個軍事戰兵 有沒有 這個就是過去日本 屬於日本的主權的部分的一個 軍事戰兵 這個是畫出來的 日本本土南華臺北方市島 跟這個朝鮮 這邊就是南邊 跟這個琉球群島 臺灣跟南沙西沙群島 這個部分 很明確 這個資料顯示很明確 好 舊基山和平條約第一章和平 這個第一條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來注意看這個籃子 承認日本的主權 也就是說不是你的主權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決定這個領土主權的結果 所以這些簽署的這些聯盟國 承認這是日本主權 那我們就要想說 哪些主權是屬於日本的主權 有沒有 有沒有 這邊 第二條 跟第三條 這個都是已經是被承認的 日本屬於日本主權 這個部分 是屬於日本的權利 這個有些是權利的部分 有些是 事實上第二條講的都是 領土上面的這些權利 因為領土沒有爆發 那個割讓出去 所以 這些權利 就必須 這個島上的這些利益 跟這些權利 可以作為戰爭賠償來使用 所以呢 台灣的部分 是被登記在第二條 所以台灣有沒有獨立的問題 我們講過沒有 因為日本 如果台灣要獨立 其實要跟第一條一樣 直接 被承認說你 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台灣不要再講 這個什麼獨立的問題 沒有 沒有這個獨立的問題 在目前來講 在舊金上和平條約 的這個 原則之下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沒有獨立的問題 那有沒有同意的問題 也沒有同意的問題 因為台灣不是 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沒有台灣 沒有同意的問題 這邊顯得很清楚 好 再來就是說第四條 第四條 這邊很重要 我們剛剛第一章 寫得很清楚 日本的主權 承認日本的主權 所以 日本承認 第二條跟第三條 剛剛我們提到這邊 第二條裡面的 這一些土地上面的東西 或者是權利 跟第三條 信託 這邊這些土地 這一些利益 日本承認交給美國軍事政府 寫得很清楚 寫得很清楚 那美國軍事政府 對第二條第三條的 日本 日本國民財產 處分有些 還有支配的權利 有這個權利是我的 所以 我們想說 怎麼一天到晚 美國要對台軍售 這個對台軍售 這個對台軍售 事實上 事實上是 類似保護費一樣 保護費 美國說你們假的保護費 不夠多 你們 台灣是我的利益 你們 我交給你來經理 治理台灣 結果你不會賺錢 我不會把我換掉 可以 當然可以換掉 但是 要 如果說要讓美國的利益 更多的話 除了中華民國政權的 這些政府部門 他必須要縮減 或者是要 就是他要做分配 經費的分配 他要把一些減榜益 到國防預算這個地方 作為 對美國的交代 OK 可以 所以 他就有兩條 第一個就是 你們自己要縮減 有些部門就不要 不要鞭太多錢 像教育部的預算 可能就要縮減 法院的預算 或者是 把監察院 把他廢掉 把這些淺繩 繩下來去買 我們好聽叫做軍售 台灣對美國 武器的這種 要給他買回來 那事實上 一些先進的武器 跟比較尖端 比較關鍵的技術 美國人要自己做 否則的話 像F35來到台灣 台灣絕對會怎麼樣 會把他捉不去 會把他捉不去 所以他必須要對台灣的軍方 有一定的控制性 一定的控制性 對吧 好 台灣關係法 美國跟台灣法上有關係 結果台灣關係 我們很清楚 他是一個 美國的國內法 好 那參數兩頁 在三月二十八二十九完成通過 由吉米卡克簽署 總共有18條 成為美國法律 並追溯到 197年月遇生效 主要是要廢除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這個時候的中華民國 已經跟美國斷交了 美國跟中華民國沒有外交關係的話 這個條約就不效了 也沒有 也不可能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對 簽署這個防疫條約 不可能 所以這個 台灣關係法 對 被產生之後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就沒有了 也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 人家說的中華民國跟美國 有一個所謂的 協訪的一個條約 那因為現在中華民國 已經不是國家了 所以這個協訪的 條約就失效了 好 我們進入到 既然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那我們就談 軍事佔領地 美國的法律 這個也是 最近 昨天 昨天美國的國親 講的那個 話 他說我們必須 我們要 美國政府要 為台灣 對台灣 敬他們 對台灣的法律 法律的義務 然後跟道德的這個 那 那什麼叫做 美國對台灣的法律義務 到底是什麼 除了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台灣關係法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就經常改變 因為台灣關係法 針對這個流亡 在台北的這些中國人 提出了一個有效的保障 保護 但是 並沒有考慮到本土台灣人 也就是日本 統治 日本台灣的這些 台灣的 老百姓 只能 只能跑到 就經常合約人來去 跟美國 要美國來進行什麼 法律上的義務 美國對台灣有什麼 法律上的義務 對這個 這個治理當景 美國法律有 致定一個 台灣關係法 可是 對本土台灣人來講 被佔領者 這個 這些人民來講 就必須依據 國際戰爭法律的規定 來 進行 美國對台灣的義務 那 美國 在23條 已經確認了 美國的地位 對台灣的地位 23條 確認了台灣 那個 這個 美利坚和中國 是 主要的佔領全國 看清楚 主要佔領全國 沒有第二個國家 主要佔領全國 也就是說 這個佔領 的國家 叫做美國 所以 美國講的 這個法律領 就必須 要進行 他們的 這個政策 執行他們的政策 好 既然 這一任的總統 特朗普 他的國務卿 既然講了這些話 他們執行 對台灣的法律 那我就 用 幹戰爭法的概念 來切入這個議題 好 軍事佔領 這是美國陸基手冊 屬於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的一環 一個部分 那佔領地 就是指台灣法 實際上是被敵軍組織所 控制的一塊距離 那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比如說 美國 委派了的 中華民國 在台灣治理 那這個 中華民國 他事實上 他是有武裝 他並沒有解除他的武裝 他還是保持他的武裝 那保 那 可是呢 他是代表美國 來進行 這個土地的控制 代表美國 代理美國 進行這個土地的控制 他們有武裝 所以他是一個 敵軍所控制的 不管他有什麼的形式 只要是美國 可以控制的範圍 都可行 都可行 沒有一定的 形式或是條例 來規定 這些治理者 在對佔領地的這些義務 好 有沒有 既然 既然美國已經 在究竟上合約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顯得很清楚 對不對 主要佔領全國 23條規定 哪些土地呢 被佔領的地區 被佔領的地區 有六個地區 主要有六個地方 紀州島 玉林島 台灣澎湖 庫葉島 就是南華泰島 圈島就是北方市島 還有 南沙群島 跟西沙群島 這些 這些 這個都是美國 從日本的手上 拿到的一些權利 那些權利 那些權利 佔領是入侵後 牢牢掌控 敵軍的領土 必益除 維持掌控的形態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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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今次佔領地上 他們要執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他不是為了佔領來佔領 你看我們 我們來注意看這個第三條的部分 信託的部分 美國呢 透過聯合國的信託統治 這個透過以前 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所屬的海域 實施行政立法施法的權利 也就是說為什麼中華民國最後要進入到 所謂的民主體制的言語在這裡 因為這個條例沒有規定 美國政府有那樣的責任跟義務 要把台灣這個民族化寫得很清楚 再來 被佔領的領土主權不受於佔領國 喔 這裡很明確 美國在駐金山合約被確定是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佔領者 當然是在這裡告訴我們說 被佔領的地方 台灣就是被佔領的地方 土地 主權不受於佔領 美國很清楚 這是他們自己的法律 這是他們要遵照的這個 這個義務 也就是說那既然不是 對這個領土主權不會是你們美國的 那會是誰的呢 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被懸在佔領中 他現在要求規定這個天皇不能對台灣有任何的 任何的說法名譽上的這些表態或者是實際上的控制 在具體上面也顯得很清楚 不允許你們這樣動 但是呢 美國呢 又沒有很正 就是並沒有合法的拿到了這個日本的領土主權 因為日本是 台灣是日本的那個不可分開的領土 所以他沒有辦法追回去 否則的話台灣會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有一天我們會走死 如果台灣是殖民地的話 有一天我們會變成美國的一個 像波多尼克的地位一樣 像關島的地位是一樣 可是偏偏我們的狀況跟他不一樣 那波多尼克跟這個關島是怎樣 最後波多尼克搞到最後 人家美國要他們獨立他們不願意獨立 他就停留在那種所謂 在美國的那種附屬的那種 這個領土一樣 跟人民一樣 美國每年都要繳八百億美金跟 八百億到一千億的美金去養這些人 他為了避免台灣變成波多尼克怎麼樣呢 要美國的美林拿一千億來到台灣來 幫助台灣人 美國要省那筆錢 所以他們用了很多 都招我們 對我們來講那種模糊的那個策略 模糊的策略 有沒有 交戰國佔領既佔有敵方民國 解得很清楚 日本跟美國交戰 取得台灣這個 取得對台灣的這些管轄的權利 不意味著台灣會變成是美國的 這樣講解釋 那中華民國的地位是什麼 他是被美國派過來 治理的 所以這個台灣的最終組織 會到中華民國嗎 也不可能 在舊基戰盒業裡面 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找不到跟中華民國有關 對台灣有關係的 任何規定都沒有 好 這個C的部分 占領本質屬於戰士性質 這什麼意思呢 有一天 中華民國 會結束對台灣的治理 這個講最白的 最自白的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 這個沒有所謂的永久占領 永久占領的概念 就是我 反正你這個占領是事實 但是你必須是 他是暫時的 暫時性質 那有一天你就要結束對台灣的 那營業之人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營業之間的想法 如果說 川普說 我要改變 目前台灣的地位 他當然可以推這個 Push這個東西 但是他還考慮到很多層面 那現在這個問題 美國只要 就好像伊拉克一樣 他們佔領了十幾年 到了歐巴馬之後 他就結束了那邊的 宣布說 我們結束對伊拉克的佔領 將伊拉克的這些領土的這些行政群 還給伊拉克的人民 或者是還給伊拉克自己組成的這些政府組織 不管你條約 你的那個什麼 你有關領土的 有關領土的這個部分 是國統和民國的行政 可以透過國民條約 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因為在條約裡面沒有明定 中華民國跟台灣任何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們在這邊百分之百確定 中國跟台灣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一天到晚 這個台灣的媒體就告訴台灣人說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然後呢 中國就說 因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 我們現在是中國的合法的代表政府 所以因此中華民國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 這兩岸就開始欺騙 共同欺騙台灣人 那這樣的議題在台灣 尤其是台灣的政治界 而且不願意去把這個事情把它縮破 縮死 就是說他們認為在這個位置很享受 他們要持續去佔有這個所謂的政治利益 要不然 那個 就好像那個洋人壽 那個大法官 那個司法院長 他不是出來抗議說 你們為什麼你們沒有資格 取消我們的18% 可想而是他們這個多好賺 對不對 我坐著 每天出國旅遊 我就有錢人 那我常常跟一般朋友講說 18%是對台灣老百姓放高利貸 你現在存款利率不到1 結果你們這18% 請問一下這個錢是誰給的 哪裡來的 是他們自己拿出來的嗎 不是 從那些 我們繳出來的那些錢給他們 養這些人 有沒有 民政這裡當局 當然 對軍事政府來講 美國軍事政府來講 他可以用軍事體制的方法 軍事政府體制下的這些 這個概念來治理 被佔領地的地區 他不一定說絕對要有 民政治理當局 他用很多種形式 他也可以請外國的這些 有能力 做政府事務的這一些團體 來在這個地方治理 就有點像CEO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這裡 那個 有沒有 第C的部分 民政治理當局 執行的工廠是 地方合法政府功能的執行 台湾民政府在這邊 訓練了很多的這些 這些法理的這個 法理學院的這些學員的 目的就是這個 我們要 然後 有一天我們要 執行 地方合法政府 工能的執行 有一天 跟美國人講說 我們已經有能力 我們已經組織了一群人 而且對行政的這個體系 已經有一定的觀念 而且是正確的 對台灣的法理的地位 也很正確的認識 也很深入 有一天他就會把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交給 當地 這個 人民組織起來的這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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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軍事政府就會來這邊 那如果以台灣的這個順序來講的話 美國要結束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治理 但是在交接的過程 接收的過程會 會有一些小小小的那個小拖動 這個時候軍事政府會起來 好 那我這樣講可能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 每 台湾 第四條規定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的那個 日本財產跟日本 這些人民的財產的有效 那個有效性 也就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的國防部 有一天要來到台灣 有一天台灣 會出現美國的航空母艦 大家就不要一切的意外 他們都在 他們我們只能說 我們的解讀是 美國只是在盡他們對台灣的法律義務 有沒有 軍事占領是一種事實 每次我們在傳法裡 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會有一些警察告訴 這些同心們說 你們要搞清楚 現在是中華民國在這裡治理 說這樣我也拿他名字 確實是這樣 你跟他講這個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你們是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宣告佔領 不需要經過宣告 佔領不宜轉出去 這個是 國際工法的鐵律 禁止效忠 我們有講過 在初期間講過 當兵就是效忠的象徵 所以 不能強迫 這個被佔領地區的老百姓 來征兵 所以彭斯 那個 他們的國防部長 就宣布明年就不征兵了 明年就不征兵了 好 恢復以維持公共之息的義務 比如說這裡當局有那個責任 對 要替美國負這個責任說 如果你讓台灣產生混亂 或者是暴動 這個這裡當局 美國會拿到那個 甚至要讓他下台 沒有可能 好 台灣獨立台灣戰爭 這個是美國 國 國務卿國務卿 講的比較直白 可是這個內容我們來看 待會我們看完了之後 我再問各位 裡面的重點是什麼 左立刻那個 台獨就會引到戰爭 這是很重要的點 你用了國家 和法律 不好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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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很清楚 here about the protocol attributed it's an economy and this is where there are big stakes here Congressman where lives could be lost we've had a one China policy since the time of Jimmy Carr that policy is controlled by three communiqué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and I said this in my opening comments owe a great deal of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in terms of creating a vibrant democracy a strong economy and I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1991-92 I'm the person that got them into APEC and in 2001 got them into the WTO so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se economic relations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fter we did so but I then had to spend about two or three years getting them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obligations but as they started to do so we did respond again one of my deputies went ther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deputy from US Chair going on the economic side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see and this is the balance is that we want to be supportive of Taiwan while we're not encouraging those that try to move towards independence because I'm going to be very clear independence means war and that means American soldiers would you give me a comment please we make our own decisions we don't clear them with China we don't negotiate them with China so our decisions are our decisions but if it keeps trying to revisit the ques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 the late 70s about a one-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here about the protocol attributed it's an economy and this is where there are big stakes here Congressman where lives could be lost we've had a one-China policy since the time of Jimmy Carr that policy is controlled by three communities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and I said this in my opening comments owe a great deal of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in terms of creating a vibrant democracy a strong economy and I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1991-92 I'm the person that got them into APEC and in 2001 got them into the WTO so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se economic relations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fter we did so that I then had to spend about two or three years getting them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obligations but as they started to do so we did respond again one of my deputies went ther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deputy from US Chair going on the economic side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see and this is the balance is that we want to be supportive of Taiwan while we're not encouraging those that try to move towards independence because I'm going to be very clear independence means war and that means American soldiers would you be able for a minute please we make our own decisions we don't clear them with China we don't negotiate them with China so our decisions are our decisions but if it keeps trying to revisit the ques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 the late 70s about a one 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好 你們看到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來 先聽出來 有哪些 台灣是一個炮 是經濟體 喔 經濟體 對 台灣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 還有一個 還有沒有 台獨 台獨因為著戰爭 沒錯 那台獨因為著戰爭 美國要派什麼 海軍 空軍 陸軍 對不對 要打誰 美國 打台灣 所以台灣搞獨立 第一個要明白的 那個對象是 美國 還有誰 日本 那 如果是中華民國體制 要搞獨立 那個叫什麼 又會牽扯到誰 又會打台灣 打台灣 中國 請問有一天 有外星人的幫助 幫助這些台灣的軍方說 可以製造更有武器的能力 一次可以打敗這三個國家 有沒有這個把握 我們從外星人那裡 拿到這個高端的技術 然後來對抗這三個國家 有沒有可能 完中國吐口水 就把台灣淹住了 淹掉了 所以 這跟 這個 佐利克全都講得很清楚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沒有想到 沒有 來 我們來看 One China Past 一個中國政策 在中國的這個 立場上是 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們知道原則 跟政策的差異 差異在哪裡 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政策是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 被承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每次我們說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有的人很有創意就把他 中華民國跟台灣 弄在一起 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他的國家的名稱叫 中華民國台灣 好 美國一定會奉行這個政策 即便川普在未就任以前 他講說 為什麼一個中國政策不能挑戰 這是美國一貫的這個政策 好第二個政策被台灣關係法 以上的公報控制 事實上建交公報 中國一定會拿這個公報 來跟美國威脅說 如果你們不按照我們的 如果你承認中華民國 成為第二個中國的話 我就會跟你淡交 美國說不要 為了這種台灣的問題 跟中國建交 斷交不是 可不常識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重返 跟美國建交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 幾乎是沒有 那台灣關係法 我們剛剛講到嗎 這是台灣 美國介入台灣 領土上面的一切 人民跟土地上面的這些財產 在舊金商合約第四條 已經確定了 美國軍政府對台灣的 這個 這一些人民的財產的有效性 而且他很清楚 所以美國 剛剛那個 索利克不是講嗎 我們對台灣的一些事物 不需要知會的 中國 也就不要需要知會 台灣的這些 目前中華民國的這些國會 所謂的國會 要不要 不要 美國的一些 對台灣的政策 不需要告訴這兩邊的中國 中國人 然後兩岸的中國人 好 再來 有沒有 剛剛提到的 台灣只是一個經濟體 他說 美國人 美國讓台灣加入 WTO 加入IPAID 不是 不是因為你加入了WTO 你就是一個國家 不是 這是一個經濟體 確實台灣這個經濟體 在世界上是很強大 這也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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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岸平衡不等於台灣可以獨立 也就是說今天美國對台軍售 是居於 防止中國用不斷的方式介入台灣 或者是要併吞台灣 所以會佈置一些一定嚇阻的這個 或者是能夠平衡的這些基本戰力 那現在因為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太密切了 尤其是已經搞不清楚 敵我已經不親的情況下 有一天搞不好 川普也可以下令說 台灣的這些 跟中國的往來要做一些節制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做 因為 我們已經確定 中國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我們 要在台灣裡面 不能讓太多中國的司令介入 甚至美女都講說第五重隊 共產司令介入台灣 目前是很嚴重的 目前是很嚴重的 好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有沒有 確實很清楚 這個我們常常聽到 好 讓台灣參加國際事務 乃尊重台灣的民主政治 以及強大的經濟體 台灣相關事務由美國自己決定 我不需要跟中國相對他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 台獨絕對不是台灣的選項 絕對不是台灣的選項 統一那是中國人的事情 兩岸 他講的兩岸 所以那時候國務卿也講過 然後美國國務卿講說 有關一中政策 那是過去兩岸 要為了解決兩岸中國人的事情 這是中國人的事情 美國人不會介入 也不會集中協調 那是你們中國人 但是有一個原則就是 要和平 要和平的方式 否則的話 會造成西太平洋的動盪觀 他一直強調的是這一點 好 這是台灣關係法下的 在台灣的兩種人 有沒有 美國台灣人民 美國中國當然人民 來 你們第二條 統治當局 這我們講過吧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成任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什麼 台灣統治當局 在國際法庭也這樣看見 台灣的總治當局 就是 中國在台灣的總治當局 所以中華民國 他們 現在這個台灣 我們現在 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台灣 它是包含 澎湖 我們講過 就是說 這個台灣不是 這個台灣島 它是包含了 台灣跟澎湖 所以它只是一個名詞 它只是一個名詞 就是說 目前他們這個島上 這個島裡面的這些治理 我們把它定義成台灣 就這樣 那這裡提到 美國成任為中華民國 奇怪這裡為什麼要選以前 美國成任為中華 以後呢 以後呢怎麼辦 沒有多加解釋 以後呢 你們認為以後是什麼 也就是說他 他可能默認 他不再 我跟你沒有任何的條 沒有私下協議 什麼 那個 那上也是 我們管不著 基本上 沒關係 就寫的就是這樣 沒有講談仔細 有沒有 除了美金以外 印競數字的第六條 規定很清楚 所以我們 我們 以台灣民政策的立場來講 奇怪 為什麼 有了這個條約 在這邊出現 為什麼還要讓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車輪 請有這個 這個國民黨軍 繼續在台灣存在 那過去 195年4月15號 在8月5號生效的這個 台北條約 美國要求日本跟中華民國簽這個 台北條約 那 我們要清楚喔 台北條約 它 它是 算是 這個條約生效後 產生的這一些 國家跟國家的條約 那後來 一直到了1972年 日本要跟中華民國建交 就這個條約就失效了 沒有 沒有 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 那這樣的話 那中華民國怎麼辦 因為它 它已經沒有台北條約的這些 這些 耶穌曆 來幫助他們繼續 他們的軍隊在台灣 那奇怪了 那為什麼他們的軍隊還可以繼續在台灣 對 到目前為止 我們美國也沒有很公開講說 它 它的合法性在哪裡 它的正當性在哪裡 這個 都還在模糊 那 那 這邊有提到多邊協定者 所以它可能 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 它被包覆在 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所謂那邊的軍隊 我們看它似同為 我們美軍的 就傭兵 類似傭兵 沒有任何一個六號政府 所以沒有那種永久佔領 然後永久佔領之後 就變成我們的土地 不是這樣 沒有 不可能這樣 所以 我們就清楚 ROC這個中華民國的前途是怎麼樣 不會是前途無量 絕對是 只是 隨時都有可能被結束 隨時都有可能被結束 只是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結束 那他們的流亡 這個 它的性質就是類似這種 法國倫敦 中華台北 韓國薩凱這種 這流亡的體系是這樣 所以就好像 這個 西藏 德蘭沙 沙拉 沙拉 難道西藏流亡到印度 然後印度那個土地就是變 那個西藏人 那個 那些西藏人嗎 就不是 有一天 一樣 他們的問題 跟中華民國的問題是一樣的 很類似的 都想要回到他的宗族地 但是沒辦法 這個宗族地 那個 太強大了 短時間也沒有辦法 去給他 替他們處理這個事情 這裡呢 流亡政府 沒有一個流亡政府 可以在 比外國的領土上面 成為一個國家 所謂台灣獨立也好 或是華阿獨也好 那個都叫什麼 假議題 都假的 都假的 不要被騙下去 好 美國嚴重關切的事情 這是台灣關西法寫得很清楚 就像之前發生了這個 有沒有 白紙乾頭 這個 這個完美的 完美的騙舉 有沒有 或者是趙峰的問題 到現在一輩沒有了 每天不講 不報的話 有沒有 完美的騙舉 就有專家講說 128塊 要買這個 那個 這個 股票 結果 他突然間說我不買了 結果那個股票 因為這樣子 被斷頭 所以他的股價 一下子從115 被調到30塊 這個時候 中資就可以進來 然後呢 中資進來 他大量的請這樣 挹注之後 控制了這些 經濟的那些 就是股市的這些 這些 這些 那個 那個什麼 利 利 一直 就讓更多台灣人 欺瞞他的股票 又從30塊慢慢漲 漲到128塊的時候 賣掉 誰最賺錢 就中資了 他們講的完美 那這樣的事情 美國難道 不知道嗎 不懂嗎 美國如果要依法行 依據他們的法律令 他就必須怎麼樣 當 有沒有 當台灣人民 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 遭受到危險的時候 而危急到美國歷史 應盡述通知國會 總統和國會 將一線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付 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你看 層級很高 總統和國會 將一線法程序 他們叫做修法 行政部門跟立法部門就要做 所以這個部分 美國絕對不會放掉 一定要把你 把你 查清楚 所以基本上 台灣不管 面對未來什麼事情 美國一定是那隻手一定要想辦法 把 把台灣把它Hold住 把台灣Hold住 所以 基本上台灣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是安全 只是說 媒體會用 一天到晚 我眼爽聽 台灣被賣掉 被美國賣掉 台灣怎麼被美國賣掉 我就搞不 搞不清楚 美國怎麼把台灣賣掉 他意氣什麼 把台灣賣掉 好 再來